注意教學目標最重要的是動詞 動詞 那個動詞能不能評量 那是動詞 好 下面的看一下正不正確 第一個 學生能正確說出1到10的數字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評量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動詞 是說 很清楚 所以它不是就是單純說學會 學會的話你要告訴我 到底是聽說讀寫的哪一個 這個呢 互動中學生能詢問回答自己的電話號碼 這個可不可以 怎麼評量 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 角色扮演 對不對 好 注意 這個互動中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不是我自己告訴你 而是在兩個人的情況下 互動的情況下 學生能詢問回答 也就是說我可以問 你家電話號碼是多少 然後 然後我也可以告訴你我電話號碼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正確性啊 這個是不是 這麼難的嗎 蛤 這個很難的看起來 這個我們先說它可不可以評量 可以啊 所以它是啊 因為一百字以上可以啊 五個生字啊 就是今天學的很多生字 還只要用五個就行了 可以了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會了吧 教訓目標 這個可不可以 怎麼叫能聽懂五十分 氣象報告中的地區和溫度 學生至少能聽懂百分之五十 對很好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要怎麼知道 你想想看 你用什麼評量方法 讓你知道 你覺得你會怎麼評量 想想這有什麼辦法可以評量 你想想看 這個應該是我們在教氣象天氣的那一刻 然後呢 老師讓學生聽真實語料 聽氣象報告 那聽氣象報告 我們在聽力的時候 我們不會 不太可能 學生聽了就完全聽懂 就你在聽外國人講話 你也不會完全聽懂 可是你可以抓到主要訊息 所以我們聽力訓練 聽力訓練 再聽力理解 所以抓到主要訊息 當我抓到主要訊息的時候 聽力訓練 你身體不符合 的